小毛反映 他最近在宁波镇海的一个村子里 看到一些商家公开销售二手共享单车 而且量还不少 我是这边号楼单车的 然后呢 我们是在我们的后台系统上 发现这边这个地方啊 消失了 下面这辆车在这边被破坏掉了 小毛说 公司的内部系统能定位单车的确切位置 经查询 公共有384辆单车 这段时间消失在镇海区棉峰村周边区域 公司人员实地查看后 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改头换面的共享单车 包含各个品牌 我是在这边去找到一边附近一个菜场 然后发现一个工人 骑着我们一个单车 那我就过去询问 那辆车因为是被破坏的嘛 我是问他这个工人是车是哪里来的 那这个工人跟我反映的情况是 它是从附近一家金车二手 金车店那边买来的 小毛说 一路打听后 他找到镇海棉峰路上的三家经营户 其中一家就在销售哈罗单车 小毛留下了证据 那这种自行车的话 这种是多少 能便宜一点吗 这一排120 这一排六多120吗 小毛说 棉峰村附近工厂很多 白天随处可见 工人骑着这类共享单车 有些重新喷了漆 有些加装了车篮 虽然一些品牌标识被做过处理 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分辨 之后小毛把情况反映给了公安 当天接着在棉峰村逛了逛 村尾鞋对面就是一家销售二手自行车的经营户 摊位上停了不少二手自行车 其中一部分是被改装过的共享单车 有小名和齐了无比两个品牌 而品牌的标识并没有处理 像这种车 上海拿的 他们这种车是放费的 破产了 破产 开不下去了 这他们最多估计三四十块钱了 卖黑皮 卖黑皮 卖黑皮三十四块钱了 卖不到 他不会卖黑皮的 大货车拿了还装车费 你拿了多少辆那种 拿了1600辆 1600辆 现在呢 现在还有八十 还有五十六辆 可以了 这个生意 卖了一年了 白米开外又有一家 招牌介绍了经营项目 各种品牌自行车及索据 另外高价回收各种品牌自行车 之前小毛说 有卖哈罗单车的经营户 也正是这家 不过记者现场并没有看到 哈罗单车的身影 店老板说 他从来不做违法违规的事 这就是小便单车 公司倒闭的 其他的没有 其他没有 我们其他不卖 不倒闭你不能卖 卖了或者是 坏法的 这是公司倒闭 处理的去年 他们工程币取的钱 然后拿回来 再修设再卖了 这个东西 我看你 其他碰掉了 你本来的话都是 你看看不碰的话 你看老其的话都是这种颜色 很旧的 所以 店老板很明确 为暂停运营的品牌共享单车 他这边是肯定没有卖过的 也不会卖的 随后记者亮明身份 并把小毛叫了过来 那这一辆还在早上 还在知道 为什么笑 那你报警的话 这几天了 我不可能不卖 你说是不是 已经卖掉了是吧 对卖掉了 不是 他报警过了 在警察派出所过来了 已经好几天了 你警察处理的话 已经好几天不来了 我们不可能不卖 你说是不是 我说你刚刚跟我说 除了小名单车 其他都不可以卖的 除了小名单车 我们也是不卖的 对 但你卖的是 他那个是哈罗 他那个车 那个车的话 也是单位公共工人 店老板描述的不大清楚 大概的意思是 去年他把一批改装后的小名单车 打包卖给当地一家工程队的老板 前些天工程完工 买家又把一部分车辆拿回来变卖 而其中就夹杂着这么一辆哈罗单车 所以这辆哈罗单车哪里来的 还是得公安去调查 随后记者把情况反映到了所在的街道 辖区公安 市场监管 以及城管部门 这160辆车卖给这个扬州小伙子 这个哈罗单车是不是在里面的 目前也是搞不清楚 至于后续这60辆车 又返卖给这辆车行 这辆车是原先就是收来就有呢 还是后续再给他呢 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杨警官说 去年他们就查过棉峰路上的这几家车行 因为店家可以提供进货票据 那么就没法定义违法行为 在场的其他部门对接人表示 针对这件事情 他们会先做沟通 事后会给予回复 节目播出前 郊川街道方面发来消息 内容是获悉情况后 郊川市场监管所等部门已对三家经营户展开调查 对部分非机动车辆实施了扣押查封 下一步将依法处理 188宏建汽车宁波报道